哈囉大家好 在之前的影片中 我們帶您看到棒球比賽中 因為打雷以及許多無可預知的情況 將球員嚇得屁股尿流 如果您還沒有看過 可以利用影片右上方的連結觀看 這次在運動狂粉影片中 我們要帶您看更多令球員驚訝 以及嚇破膽的影片 我們都知道 洛杉磯天使明星球員Mike Trout 在外野的守備功力是聯盟頂尖的 畢竟看他將敵對全雷打沒收的次數 已經不在話下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 他居然沒有拿過任何一次的金手套獎 想必大家不敢置信吧 我也不相信 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而他在我們心目中 肯定是聯盟頂尖的外野手 不過在2017年4月對水手的比賽中 終於有他接不到的球了 那就是飄在外野的氣球 當他看到這顆氣球飄到他正守外野的後方時 主神喊了暫停 他趕快跑過去處理 結果氣球就爆了 他也覺得 啊 不用跑了 反正也接不到 他還定格在那邊 讓現場球迷與主播哈哈打笑 接下來則是最討厭別人鬧他 2018年才結束21年職業生涯的Ajian Beltre 我們都知道他最討厭別人摸他頭 現在又多了一件事情令他感到怒火 在2016年10月的一場游記兵隊光芒的比賽中 表錘在二壘的時候被內野手Alexi Ramirez下了一大跳 Ramirez過來二壘假裝有球 同時又拍手 瞬間惹怒的表錘 他有回擊拍一下手 還有想要揍他的動作 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再來是2016年9月的一場皇家白襪比賽 先把投手有Donald Ventura 在第7局的時候投了一顆快速直球 居然得不到主審的青睞 他還用力的用手拍右大腿 表示不滿主審的判決 這時候捕手朱Butterra 認為他應該要冷靜一點 結果上去投手球找他 Ventura這時候想著要怎麼應付這名主審 結果太專注了 抬頭的時候看到有人要衝過來 結果嚇了一大跳 還吹了一口氣 原來是自己人啊 放慢動作可以看到 三壘看台上面的球迷也有發現到 全部都笑了出來 我說Ventura 打擊者跟主審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會衝上來跟你定勾基的啦 最後則是迷尼蘇達雙城的巨砲Miguel Snow 2017年5月底 球隊26勝19敗 每年中區戰居第一 大家心情都特別好 Snow在這場比賽中休息一天 結果他帶了一個塑膠蛇到球場 準備要嚇人 當投手教練Neo Allen 幫大家加油打氣的時候 他拿給教練塑膠蛇 下場就是 大家笑成一團 主播球評也是一樣 反正我Snow是打者 投手教練你弄不到我啦 最後我想問大家 你還有看過其他在球場上 令人嚇破膽的例子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你訂閱加分享 那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